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冰倒这个国家一定跟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球技,而是在比赛开始前的那一段,我已经战后 也就是千百人顺着拍子的节奏一起咆哮,十分具有威慑力和震撼力 其实通过对历史上的维京人的生活习惯研究发现,维京战后并没有获得大范围的推广使用 而此次维京战后一炮走红,主要是因为受到网络的影响 冰岛人自发组织了一种提升士气的方式,不得不说 这还真的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澳洲毛利人经常跳的一种瞪着眼伸长舌头的毛利舞蹈 两者都有动和敌人提升己方士气的功能 不过要说到这些舞蹈使用最广泛的地区,自然还是非洲 又特别是那些比较原始的非洲部落里,几乎都有着自己部落特有的作战舞蹈 其实这不过是人类在发展历史中用来攻击防御的一种出击手段 它比较接近于动物的本性,一旦发展出了比较高级的文明 这种吼叫和舞蹈的功能,就被战鼓和号叫给取缔了 因此人们也就逐渐遗忘了这些比较偏原始的舞蹈 这就是我国在春秋战国之后,西方在进入到文艺复兴之后 就很少出现这些集体性的战舞的原因 当今世界是越来越开化的世界 此次冰岛队员在世界杯上的围巾战后唤醒了人类的本能 燃烧起了人们的战斗意志,所以取得了印象不到的效果 不过对于这些战后和战舞,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 一些人说他们是过去时的,并不适合现代 一些人也说他们是人类的本能,不应该被遗忘 所以到底孰是孰非,还需要大家自己来判断 绝对孰非,再放下来 绝对孰非,再放开